空袭警报大响 无恶战火中 还有上千名中国大陆侨民无法离境 自拍下基辅当地居民 趁着非宵禁时间 抢购民生物资 超市内蔬菜 水果 牛奶 几乎都空荡荡 超市已经可以看得到 已经排得很差很强队了 如今人上场也是 到处都是排着队 另外中国大陆央视派出记者 到乌克兰西部大臣利维夫 车站现场挤满人 往西到波兰的火车一票难求 乌克兰领空早已关闭 所以中国大陆车桥包机 改成火车专列 另外欧盟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俄罗斯反报复 现在有36个欧洲国家的欧亚航线 被迫运回绕道 航务司的运营成本会提高 机票价格也就高了 货机的飞行时间更长 物流的成本会更高 乌克兰应当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而不应沦为大国对抗的前沿 中国大陆紧定俄乌战况 因为被俄罗斯外交部公开点名 他们还有朋友 特别是中国 这让中国大陆要维持中俄友好 又怕被牵连制裁 处境尴尬 TV新闻朱光红 陈永文 北京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